我們只有這麼多資料 戴著鏡帽子和口罩 根本看不到兇手的樣子 根據服務員的口供 他和兇手刷新熱禍 然後就在後面被他打暈了 還換上肚子衣服 接著就在無有良杯酒裡下山埃毒 大家有什麼想法? 錢永才和無有良都是中山埃毒死的 而在這兩個死者的案發現場 同樣出現過一個口罩人 所以我估計兇手應該是同一個人 兩個死者都是越南化工廠的老闆 之前工廠發生意外 死了很多人,他們都沒有賠錢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死 可能跟這件事意外有關 你的意思就是說是那幫工人尋仇 而那兇手就有機會是工廠裡的 其中一個工人 機會很大,但是你想想 那間工廠有時候 現在這兩個人怕我長逃跑 如果我是工人,我也會找他們報仇 我也同意 師傑姐姐的本雜誌之前登出他的壞事 無有良就立刻派人去搞雜誌社 還弄到Ston Sir中刀天 這種人心狠手辣 簡直有很多人都想他死 我也覺得兇手很有可能是受害者之一 但是他跟工廠有這麼多工人 如果我們只是靠對眼的拼圖 那本來就像大海流針一樣 那又沒問題 如果真的受害者,範圍縮窄了很多 我們馬上收集受害者的照片 將他跟兇手的拼圖對眼相比一下 看看能否找到線索 越南工廠那方面… 什麼Sir 我們要不要去越南那邊掛料? 我們不介意工廢出旅程 掛著玩,那又不用 是,聽說鮑舟之前有記者 去越南那邊掛過資料 我試試跟他們的編輯聯絡一下 看看他們能否幫助警方 不過好像最近高邊的編輯 跟我們警方的關係不太好 他們未必肯幫忙 那我會盡我最大努力 去說服那個編輯 黑貓貓,難道說Kimmy回來? 怎麼會找到我的東西出來? 怎麼找到所有東西呢? 開門,Kim Kim Kim,在哪裡? 姊姊在這裡 我有事去找她去聊 Matchel,你想跟她說什麼? 你說的話她聽不聽得入耳? 我姐姐想結婚 無條件、無要求,你都不肯 原來你就是跟舊情人 舊情伏刺一腳踏兩船 誰都生氣 你相信我,我跟錢太太真的沒事 那沒事你為什麼不跟我姐姐結婚? 你不明白了 好,就當你有苦衷 你跟我姐姐說不行,你跟我說 大家有什麼不行就想好她 你這麼喜歡我姐姐,一定能解決 是不是真的隨時會沒命? 是可以這樣理解的 我建議你轉做文職 因為以你現在的情況 重案組的工作不是太適合 壓力太大,會影響你腦子裡的房子 為了你的家人,為了你自己 應該好好考慮 算了 算什麼? 我沒什麼好說 什麼沒什麼好說?還是有什麼不想說? 總之我說了,你也不明白 但是我肯定告訴你 我跟錢太太真的沒什麼 我先走了,不妨礙你們 什麼?Sir 妹妹 算了,以免你難做,讓她進來吧 走了 走了?她… 有沒有搞錯?這麼快走,她壞蛋一點誠意都沒有 她有沒有跟你說什麼? 有沒有跟你解釋她跟錢太太的關係? 有,她說跟錢太太沒什麼事 那就是沒解釋過 不死,不是我這麼確定 Sir 不是雜誌寫有事嗎? 不是 Kim姐給我交給你的 什麼? Kim姐知道警方早上知錢泳財 在越南監廠發生意外的事 她之前叫我去越南掛料 她說叫我把資料交給警方 好,先走了,不妨礙你 謝謝 根據豹周刊記者所說 她在越南回來之後… 各位 Stone Sir… 你好,你不是在養傷嗎?回來幹什麼? 對了,胸口這麼深,你康復了嗎? Stone Sir,你真的像石頭那麼硬朗 我差不多康復了 阿基很悶,不想早點回來幫忙 行嗎?辛苦了 好,既然回來,順便聽聽 去坐吧 坐吧,Stone Sir 根據當時老闆所說 罪魁禍首是一名叫卞智明的工程師 因為他的職責所忽而導致意外發生 但是後來記者找到卞智明的徒弟 他說卞智明是無辜的,也是受害者之一 什麼Sir? 到底誰才是導致意外發生的壞人? 當時工廠老闆為了趕工 堆積了大量化學物品在工廠 卞智明知道之後,他極力反對 但是後來老闆趁著卞智明放假 就叫卞智明的徒弟偷了他的印章 批准了團積大量化學物品在工廠 卞智明放假回來之後,他很生氣 於是找了老闆理論 誰知道這個時候意外就發生了 當時卞智明自己的臉都受傷了 老婆和女兒也在這次意外裡報死亡 我叫你們不要放在這裡 你們要死我的工人 你不要放在這裡,他會放在這裡 放手,放手 我們要站起來怎麼樣? 不要放手,放手 放手,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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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放手 卞智明的徒弟在事發之後 想幫他澄清 但是日微言輕,又有誰會聽他說? 他說,卞智明其實是越南華僑 事發之後被越南警方通緝 他走投無路就唯有著草 到現在都下落不明 卞智明受了這麼大的屈辱 無有量和錢永才的死 很有可能跟他有關 因為他要報殺 我也是這樣想 你剛才說的工廠有三個老闆 有兩個已經死了 他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剩下那個 就是說無有得 絕對有這麼可能 無有得在事發之後 離開越南去了外地 我們警方在無有量出事之後 就聯絡了他 他應該兩個星期之後 會回來香港奔喪 那就是兇手會隨時做事? Sir,我們要派人二十四小時 保護無有得嗎? 要,無有得的出現 就是引兇手出來的好機會 只要他一動手,他一定跑不掉 這是什麼世界? 被人害到妻離子散的就會被人逮捕 那些傷天害你的人就受警方的保護 我說沒有天理,不公平 Stone Sir,你別這麼激動 你真是一頭都出去了 我去拿錢花 真骯髒的 不用了,小意思 Stone Sir,你不如遲些才上班 你都還沒康復,我真是沒事 你這樣我很難做 你又不想坐牢 我又不可以讓行動 你不如身體養好傷才上班 我回去休息一下 好吧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s來看劇吧 你這樣會不是嗎? 我愛你